中王杨秀卿心里不痛快 能归功于自己 还他弄了一个 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几万名弟兄 无疑的把自己就身价就降低了 但杨秀卿呢又挑不出毛病了 这时候这个菜啊 陆续不断往上进 正好端上什么东西来呢 鸿焖狗肉 你看这个狗肉真好啊 营养丰富 超过牛羊肉和猪肉 那个古人呢还善吃狗肉 特别在水浒上头 你看一百单八位英雄 差不多都爱吃狗肉 洪秀卿那个洗面上离不开这道菜 狗肉端上来了 是每人一盘 当然天王这盘要大 先给天王尽菜 按照天国的习惯 每道菜上来 天王一高兴 先赏给谁 谁是最有功的 他要赏菜吃 所以洪秀卿 按照以往的惯例 这菜刚端上来 洪秀卿吩咐一声 来着呢 把这一盘赏于我兄弟石打开 另一盘 赐给燕房秦日刚 遵旨 宫女端下来 给石打开一盘 给秦日刚一盘 不知道这个洪秀全是有意 还是无意的 没赏杨秀卿 然后这女官 又给洪天王端上一盘来 杨秀卿一看 心说话 洪秀全 你干什么 哦 我指挥这次战斗 我半年没在京里头 合着方才我说那些话 你都没听进去 你这个意思很明显 是石打开和秦日刚的功劳 没我的事 不然的话 你赏菜 怎么不给我呢 这杨秀卿也够干的 要怎么说的 忘乎所以呢 他说话呢 二哥 狗肉不错呀 你忘了兄弟 我最爱吃狗肉 您不给我 没关系 来来 我自己端 过去把洪秀全这盘狗肉 他端自个儿捉上 满朝文 无不惊害 听说他们哪有这么干的 这本身就犯些 欺君之罪 那是有尺寸的 那不是在家里头呢 你吃我的我吃你的 哪有这么干的 再看洪秀全那个脸 就变了 洪秀全那个眼眉就飙在一块了 上上下下动了好几次 脑筋蹦起多高了 但是洪秀全没发作 蹦了那么一会儿 这脸又渐平缓 清包 我怎么能忘了你爱吃狗肉 你一向都爱吃狗肉 你说话呀 小兄 贵为君主 富有天下 那吃几盆狗肉还吃不起吗 来人 传朕的旨意 做五十盆狗肉 让东王吃个够 吃啊 你说这玩意有这么干的吗 谁能吃五十盆 那不得噎死和撑死吗 小兄 就全这一个眼睛 盯着红球圈 他也没发作 你端上来我就吃 崩崩崩 他吃三盘 第四盘不吃的 他嘴一擦 二哥 咱这不是金融店 咱弟兄们难得坐在一块贪心 今儿咱也不谈朝政 也不谈军事 咱们落点家乡车行不行 情报情便 哎呀 那会儿 我在紫荆山 我还烧炭的时候 还没听说二哥有您这么一号 虽然说不值得你 但你住那穷地方 我早有耳闻 你住的是广东花县 关禄布村吧 我记得那会儿有不少人 常这么说 关禄布 关禄布 白饭就红薯 偶尔吃个馒头 苍蝇都跟到小关肚 有没有这话 哇 杨秀卿这几句打油诗 他在场人多数人都给逗乐了 人们多少年也没听见这种笑话 禁止说 这话都是农村耕田老常说的 形容的是关禄布村呢 太穷 穷乡皮痒嘛 说关禄布 关禄布 顶好地吃喝 就是白米粥就红薯 那就是过年了 偶尔吃个馒头 就吃个馒头 连那苍蝇都跟到小关肚 小关肚 离洪雪泉住的那村子 关禄布八里壁 就说你一边吃那馒头 那苍蝇盯着也跟出你八里壁去 都疯了不要命 就形容关禄布那块人又穷 又没钱 你这不是讽刺洪天王 说完了 杨秀卿是羊面大笑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这给洪秀卿泼了一瓢凉水 洪秀卿那个脑筋 动时就奔起来 对对对对对 轻包你说的太对了 各位啊弟兄们 玉兄书没少看 我是这么看 古往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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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败率英雄者 不对 以出身之尊卑 看人者 也是荒谬的 你比如 汉高祖族起自四上 无非是个亭长而已 见大汉 一同天下 那么洪武朱渊章 放牛娃出身 穷孩子 甚至连口粥 连口馒头都吃不上 后来居然一同大明帝国 看来 有知识的人 看的就要远 没知识的人 看的就是运 真叫真 可发一笑 这个杨秀卿啊 念书念的可是不读 但说这大白话 他能不懂 他一听洪天王 讲金鼻鼓 那还要按吗 那意思 我是没知识的人了 我看事 看的太低贱了 杨秀卿 这个就不干 二哥 小弟有一件事不明白 当面领教 说吧 什么事 您啊 刚才那话 是说谁呢 就带着火药味呢 欲王 胡一晃 在这裴夕 胡一晃 你看这 庆功宴 本来是 可喝可乐的日子 你 弄得这么僵 这何苦的 尤其是九千岁和万岁 针锋相对 充满了火药味 越说越僵化 打起来怎么办 胡一晃 赶紧 从中给调和 胡一晃过来 我说几句 今天咱们在座的 老家常 有什么都说什么 方才天王所说 千真万确 实质上话又翻回来 刚才这个叉打过去了 我就没说完 我说九千岁 九千岁最爱吃狗肉 想当年有位大将叫樊快 也最爱吃狗肉 那么天王赐给九千岁狗肉的时候 我想起古人来 我记得想当年的刘邦 汉高祖也曾经赠给樊快狗肉吃 古今合拍了 但是呢 汉高祖跟樊快亲密无间 君臣一心 天下巩固 我相信 今天九千岁和万岁 也是和睦相处 咱们才有铁桶的江山 大家说对不对 对不对 来多吃多吃 还得说得有这么一个人 没这个人呢 没人坏了 书说简短 这个庆功宴不欢而散 杨秀卿回到东府气坏 杨秀卿好几天没睡好觉 心说红秀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就是个教书先生 不敌的秀才 连考试你都没考上 你是个落榜的穷书生 后来你弄出个拜上帝会来 一统天下居然当了天王 要没这人们保着你 你能有今天 我不求别的 求你在百官的面前夸我几句 你都不干 你对我是冷嘲热讽 赐给我几十盘狗肉 你想把我撑死 是何人殊不可忍 洪秀卿 既然你这么对待我 就休怪我杨秀卿无情 没过几天 杨秀卿传些令情 把北王 义王 燕王 也就是石大开 秦日纲和韦昌辉 全打发离开天津 吩咐各个战场 整个天津的势力范围 都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听他的不行啊 东王截至军政大权 有道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啊 敢不听吗 三亡灵命 咱不说旁人 但说五千岁石大开 他的军队最多 准备了几天之后 水路并境开赴无畅 哎呀 那马头岸边全是军队上船的上船 运自重的运自重 石大开骑到一匹高头大马上 在这监督着快快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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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水军归谁管呢 归天国的唐政才监督 唐政才飞马到了五千岁的马前 从马上跳下来 这小伙三十六岁 普通的渔民出身 就这几年的功夫 锻炼成水军的统帅 为天国立下汉马战功 这个人还是挺正的 唐政才赶紧双膝跪倒 参见五千岁 石大开跟他关系非常好 你看官场有尊有卑 私下里两个人亲如兄弟 五千岁从马上也跳下来了 赶紧清洗清洗 我知道你军务甚忙 何必亲自为我送行 五千岁 这是应该的 您的劳实远征实在是辛苦 我哪能不亲自送一送呢 您看一切都准备好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没了 没了 等到了战场之上 水军需要的东西 到那时候 我在求人来找你 试试 您只管分子 家里还有事吗 一切都安排平当了 那就好 有事情 小弟可以负责 五千岁登船 说着话 手挽着手 送石大开上船 这个手心的这么一靠 谁也没注意 但是一网觉察出来了 嗯 搅着唐正才这个手指的顶 给他一样东西 在他手心扣着 石大开都明白 就知道有东西了 也没开 上着船了 等到了船上 两个人握手告别 唐正才走了 有人请示 五千岁 一切就绪 什么时候 八毛开船 现在就起航 起航 动到他 牛角别列号声 九声炮响 撤跳 开船 石大开当然做的是 湖头中 一艘指挥船 可船也开了 越开越快 石大开 看了看左右无人 这才把掌心一翻 看看唐正才给他的是什么 结果一看 是一个纸团 但这个纸团外面包着一层蜡 这玩意叫蜡丸 输 掉水里头 清不透 掉地下扁几脚也损坏不了 石大开 石大开赶紧把这个蜡皮子 开一开 把皱折不堪的信仰展开 铺到柯西盖上 是定精巧卡 四季清秀 话不多 说的是非常清楚 这字可不是唐正才写的 石大开手写 这乃是出自豫王胡一晃的手记 豫王胡一晃 在朝班之中 那可以说当臣的 他是头一个 德高望重 要有能耐 还有内秀 跟五千岁石大开的关系 非常默契 两个人无话不谈 胡一晃为什么没来送刑 按理说他应当送石大开 恐怕引起东王九千岁的妒忌 所以没来 你别看没来 他托唐正才 送了一份腊弯书 那上面大致是这样写的 玉林员赐验 比莽卓之行已现 望殿下 在运筹帷幄之余 观心妙堂 不久必有变故 就这么几句话 那么咱们再把它翻译翻译 什么意思呢 那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 前者 也就是在玉花园 玉花园也叫后灵院 都是一样的 说在那会儿祝贺的时候 比莽卓之行已现 这个比指的是谁 就指的是东王杨秀卿 指他什么呢 莽卓之行已现 莽就是王莽 卓就是董卓 他们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历史上的王莽 那是串位他 把他姑娘汉县帝给堵死了 他串夺了权力 董卓那甭提了 那蹂躏着汉县帝 自己是为所欲为 汉陵帝也好 在他手心随便摆了 他就想串位当皇帝 人所共之 所以说呢 比就指杨秀卿 说他要效仿董卓和王莽 这种行迹已经暴露了 因为咱们前文书说了 他跟天王洪秀全 蛇剑纯刀 两个人相互讽刺 好像没干起来 哪有当臣的敢对君主这样 那也太过分了 就指着说 说希望一往五千岁 在运筹帷幄之余 你在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 抽空的时候 你要关心庙堂 庙堂指着朝中的事 说朝中必有大变故 很快就能出现 这提醒石大开 你在外边可千万要关心经理的事 恐怕经理要发生重大变故 那石大开 那石大开有学问呢 看完之后 一王双眉倒住死 吃个 一王频频点头啊 心说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杨秀卿啊 杨秀卿 你是聪明反辈 聪明物 你真要敢干这种愚蠢的事 你是资着倒霉 作品由评书8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